Let's get ready to Yes... 今天的精彩的出遊 超借點觀眾又來啦 白色跟黑色的馬叫斑馬 那麼白色 黑色跟紅色的馬叫什麼馬 我現在就滿想說他了 小馬 打馬 打馬 到底白色 黑色 紅色混合的馬是什麼馬呢 打招勁欠扁喔 今天就讓我們想推出超借的國中美少女 45公斤 台北人喔 長得很漂亮喔 還有阿雅和小S 他們兩個被國中勝給比下去了 這究竟怎麼回事呢 等一下比我還高耶 有嗎 有 我現在是穿高跟鞋 我可以脫下來 我可以脫下來 原來你那麼矮啊 人們笑一切不淋 你不要講我 你這樣到旁邊去 你把你接著 然後接下來還有什麼 最後是 快一點 我眼熟都比你高好了 你知道目前國中美少女 最流行的口頭禪是什麼嗎 喔 拜託 怎麼可能啊 不會吧 拜託 怎麼可能 你幹嘛超國中的口頭禪啊 沒有 我 你以為你這樣可以變年輕喔 不會吧 拜託 怎麼可能 來 給我一本題 你準備好了嗎 我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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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 耶 好厲害 我沒有看到 我們現在的這個 好熱情喔 這個是一個潮流 我的輪到他們裡面 也是 真的有很健康的感覺 他們是從遠方來的 而且我們要歡迎這位 來請起立一下 這位是他們的典獄長 對不對 喂 那馬上來歡迎 我們今天來一兵同學 不過今天現場還有幾位 來… 這個是 Sunday Girls的Fans 歡迎我們的 Sunday Girls 嗨 大家好 好… 再來是王雨潔小姐 歡迎 厲害了 雨潔呢 馬上要去跟洋子窮小姐 真的嗎 拍戲喔 哈哈 可不可以幫我美言進去 因為我覺得我真的很適合 打中國魔鬼 真的喔 你會嗎 可以空打給你們看 沒問題來 喉拳表演一下 喉拳過時了啦 你要過幾個禮拜 你才能淡忘這件事情 對啊 永遠忘不了 好不好 是…一次得獎 終身都要講 對…我希望雨潔可以幫我那個 真的嗎 幫你在楊小姐面前好好美言進去 你後來找錯人了 她跟楊麗花講 先聽別人 早三館 好…來 預備 出 哎呦 妳啊 有… 有… 有啊… 喂… 喂… 聽… 音樂錯了啦 喂… 幹什麼 你們倒是游得很開心喔 對 像話嗎 沒有 有沒有這種感覺啊 很有很有 真的嗎 你可以進去好萊塢了 對…真的 雨潔都沒有 雨潔這個功夫片嗎 動作片 可是我沒有武打的動作 真的 你知道她為什麼入選 你知道嗎 因為她會講洋文 Oh my god Oh my god 英文很好 Oh my goodness Oh my darl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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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dy Oh 其實我要講的是 現在我們兩個boyfriend You know 這是從… It's okay Everybody都是在watch我們的 對啊 好 接下來要恭喜唱片 導演 跟她在看 目前賣的銷售牌榜 第二名 也就是把永保安康 擠到第三名的 歡迎我們的溫蘭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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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嚕叫 要不要出一張唱片算了 那就叫一碗麵吃一吃就好啦 對啊 好發言 上台一唱現場這樣 Hi everybody 喂 不是麥克風最愛這樣嗎 來拉開 我好關鍵 你是不是唱破音被大家聽到 所以趕快拉開 不會啊 若你也記得那些作品 那是一種感覺 對 有一個更厲害的有沒有 以前有一個蔡依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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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玩多久 但他一場演唱會回來會很累耶 玩一下嘛 就跟跑三米一樣 對啊 白米 你去看場電影再回來齁 對啊 他是用本名來跟大家見面喔 以前叫李嘉 哇那個名字真的是 原來本名是這樣喔 來 李安琪小姐 你好 好久不見 好 這個從名字就知道她是本省人了 相當不錯對不對 安琪是不是 聽起來很老外啊 對啊 憨疾耶 憨疾 憨疾 我國小的時候就被叫憨疾 她的綽號就叫憨疾 對啊 你有沒有覺得她的Sly很像那個陳美 她小弟姐的陳美 有嗎 我一直都這樣覺得 對啊 可能是因為皮膚曬黑了 所以感覺很奇怪 很像外國人 厲害 你是自然黑還是 我去海邊玩的時候曬的 真的是黑得很漂亮耶 跟你們一樣 對啊 對啊 好 接著下來 兩位是她們的廣告巨星喔 她們兩位拍了一個這個瘋火兒女琴 有沒有 有 厲害 薛季剛才楊錦華小姐 大家好 大家好 男的帥剩女的漂亮 對啊 那個演那個是一個瘋火兒女琴嘛 宇柔是不是 宇柔嗨 什麼什麼 然後就不在乎什麼 時間長短只在乎有沒有來過 好 不聊這個 好 大家好好加油啦 好不好 要不要聊再久的話 我們SundayGirls 已經要睡著了 因為他們聽不太懂我們在說什麼 好 我們馬上來看看 進行的第一單元叫的是 欠扁問答題 第一題 有那麼嚴重嗎 今天有沒有什麼欠扁問答題 有 我要問你了 好 來問 這個說 大象 大象 他媽媽是誰呢 柳翔你問 你要先問另外一個 大象 哪一種動物最貼心 最貼心 猩猩啊 你說猩猩啊 猩猩為什麼 答對了耶 為什麼 因為兩個星啊 貼在一起 差不多 對不對 對 不能啊 喂 喂 喂 柳翔你現在對決人反彈很大 哪一種動物 就猩猩 猩猩 你知道什麼嗎 為什麼 來 你講 猩猩之我心 猩猩 猩猩你真了解我 猩猩你真了解我 這一個蛋 喂 喂 圈圈 沒有下指令怎麼可以衝過來 還有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 大象的媽媽是誰呢 大象媽媽是誰呢 大象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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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不會 他不會你講出來 我看有多難 也是星星 為什麼 因為 馬上進行我們今天的 好 我們趕快來看看 我們今天的題目 第一道題目 請看 大家都聽過 小鹿班比的童話故事 但是你知道小鹿班比 是怎麼死的嗎 是上吊而死 被獵人殺死 還是撞牆而死呢 Right now 這一道題目 就讓我們 學青哥 小鹿班比是怎麼死的 是上吊而死 被獵人殺死 撞牆而死 被獵人殺死 被獵人殺死 恭喜 恭喜大象 不能怪他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心目中小鹿班比就是這樣 錯 好 這道題目 就讓我們呢 李安琦 厲害 你抖流多大 對啊 好可怕 像話嗎 怕什麼 被...被搶 被獵人殺死 不是 撞牆而死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小鹿很玩 打... 錯 這道題目 就讓我們的... 呵呵... 啊... 啊... 王語杰 被...那個... 撞... 撞牆 撞牆而死 為什麼 撞牆 小鹿 因為... 因為... 是撞牆 他有答案了 好了 有答案了 因為... 小鹿亂撞 答對了 嘿嘿 這一題很可愛吧 有一句成語叫 小鹿亂撞 所以小鹿是撞牆而死的 是不是很欠扁呢 這一題可是觀眾來投稿的喔 恭喜台南的王玉涵獲得獎金兩千塊錢 也歡迎大家一起來投稿 好 請看下一道題目 來 當你想要打開瓶蓋的時候卻打不開 這個時候你要找誰幫忙呢 觀眾朋友你知道嗎 這一集很欠扁喔 現在 就讓我們的... 溫蘭 我們也太緊張了吧 誰可以幫你打開瓶蓋 還深呼吸 嗯 誰 呼聲 不是 他的答案... 他的答案是對的 呼聲沒錯啊 或者按 服務鈴 也可以 好 不對 請問 誰可以幫你負責開瓶呢 也是跟成語有關的 這道題目 就讓我們的 王玉潔 什麼答案 誰可以幫你開瓶 跟動物有關 好 可以躲一下... 李安娶 怎麼突然間叫到我 嚇死你 沒有 突然間叫到李安娶 打不開 初音 給你看一下答案 瞄一下很快 預備 去 好 也太快了吧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好 Ready 孔雀 孔雀 為什麼 孔雀開瓶 答對了 唉唷 厲害了 去了一趟香港 落賽回來 就會了 這一題的答案是孔雀 因為有一句成語叫 孔雀開瓶 所以打不開瓶子的時候 找孔雀來幫忙就對了 這一題也是觀眾投稿的 恭喜彰化的楊德華 獲得獎金2000塊錢 這道題目聽說是觀眾要來出題喔 如果他題目很冷的話 接受我們嚴厲的處分 你離他最近 希望你好好回答問題 你跟榮祥有沒有直接的關係 沒有 沒有 叫什麼大名 蔡惠如 蔡惠如今年幾歲 22 22啊 好 今天帶來題目是自己想的嗎 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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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 7 白色的馬叫白馬 白色的馬叫白馬 白色跟黑色的馬叫斑馬 那麼白色黑色跟紅色的馬叫什麼馬 我現在就蠻想揍他的 白色的馬叫白馬 黑色的馬叫黑馬 白色跟黑色混在一起叫斑馬 白色跟黑色跟紅色混在一起 他叫做什麼馬呢 李安琪 小馬 你憑什麼說小馬就是這三種顏色 大馬也有三種顏色 錯 薛季剛 什麼 亂馬 不錯 不錯 亂馬二分之一啊 還有點創意 這道題目 就讓我們的 溫蘭 雜馬 來 來 你到這裡 我跟你講 我還牛雜 好難喔 停 什麼叫雜馬 什麼叫雜馬 雜亂馬 好 既然如此的話 別忘了我們還有 Sunday Girls 糟糕 真的忘了耶 白馬是白馬 黑色的馬叫黑馬 黑白馬就是斑馬 黑加白 又加紅 馬馬馬 什麼 馬馬 是是 好 正確的答案是什麼 妳知道嗎 什麼 請他來告訴我 害羞的斑馬 送他 大哥送他 沒有 沒有 我進 等我一下 好 不行 不行 這個我過不過他 好冷喔 停 還有一位喔 這一位是更恐怖啦 聽說他是從遙遠的 東方 南方來的 跟范瑋琪有沒有關係 黑人在追范瑋琪是嗎 也不是追啦 對啊 就是互相欣賞啊 哪有 范瑋琪都他不喜歡那一種型的男生 真的嗎 他有跟你講喔 對啊 怎麼樣 他怎麼講 他怎麼說 他跟我出去量子 該不會是你在追范瑋琪 對啊 Line在黑人頭上 沒有 他很喜歡我打球的樣子 不可能 真的真的 他喜歡的是年輕型的 他喜歡運動型的男生 可是是年輕人 我 吵不過我了吧 請出題 請問辣妹哪一個部位最香 辣妹哪一個部位最香 跟一首歌有相關 這道題目 就讓我們來 李安琴 你是不是覺得叫什麼叫這樣 答錯 不會對不對 就讓我們來 學氣功 屁股 屁股 為什麼 為什麼 七里香 我亂打 好 沒關係 他們也會亂噴 這道題目 就讓我們來 Sandy Girls 辣妹什麼 哪裡最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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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 對 香 豬子 答錯 我知道 李安琪知道 厲害 既然我們的李安琪知道答案 我們就讓我們的溫蘭來告訴我們 你是看到鬼喔 你還在顫抖 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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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腋下香 會噴香水 答錯 你回答都太實在了 好 這邊有答案 辣妹醋醋香 醋醋香 為什麼 因為有一首歌啊 辣妹醋醋醋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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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嗎 如果答案是這樣 我想我會進去打對不對 真的 這個你打得過吧 告訴我們正確答案是什麼 哈嘎醋 蛤 辣妹醋醋醋醋啊 對 是嗎 好冷喔 來偷小人 一題都不問 對啊 辛苦你們 真的好冷喔 全語講幾句 成語 四個字的成語 成語 就四個字的 比如說 龍飛鳳舞 恭喜發財 一元復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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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赤始 大王赤始 好 下面不錯 掌聲再給你們鼓勵一下 馬上進入我們 下一單元叫做 大王赤 腦內大革命 GO 腦內大革命 Question 1 請看畫面猜句成語 猜一個成語 猜一個成語 平常講 Landy 什麼 Landy 你先試試看嗎 你一定可以的 人小自信高 人小自信高 他很會耍寶耶 吳大哥 可是我覺得也有道理啊 因為那位 很像啊 乾脆妳說人小吃蛋糕 我還注意 上面還有一個蛋糕 錯 楊錦華小姐 告訴我們答案 好像是人各有志 差不多了 畫面中的每個人都被分到蛋糕 但是上面的字都不一樣 觀眾朋友們 你猜到了答案了嗎 廣告過後 我們才會告訴你喔 待會兒還有 超齡國中美少女 就要登場啦 好漂亮 台北人 長得好像安達又時 陳德榮 大S還有周迅 嘿嘿 你知道目前國中美少女 他們最流行的姿勢是什麼嗎 一 二 三 我發現你無指無刻腳 都很像這樣 對啊 為什麼 該不會連叫健身的時候 都會這樣 T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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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美啊 拜託你是約翰缺條腿啊 好 好 親愛題目 現在就要開始囉 各位觀眾朋友 你猜到答案了嗎 這題其實有點 他二兵 立安奇 小人得志 答對 對 厲害 謝謝 這題答案就是小人得志 意思是形容行為不正派的人 一旦有錢或者有權的時候 便得意忘形 盛氣凌人 你答對了嗎 請看下一道題目 來 請看畫面猜句成語 溫傘 溫傘小姐 心思不正 恭喜答對了 答對了 等一下 對嘛 Biz可以 wären 溫傘答對了 溫傘答對了 為了答對 我不吃驚 我吃驚的是 Sunday Girl在寫寫寫寫寫什麼 他們在看動畫吧 沒有 他們寫給翻譯說 他們在玩什麼 可不可以板子給我們看一下 你們到底在寫什麼 厲害耶 真的有在認真文 其實日文跟中文很多接近的對不對 對 這個叫做外來語 漢字 對 漢字 這題很簡單吧 就連日本來的Sunday Girls 都快要猜出來了 答案就是心數不正 是用來形容人心機多乍 存心不良的意思 接著下來這一題 我們給幾個外國的朋友 只要你是外國的就給他先猜 好 宇婕 Sunday Girls 溫蘭應該也先外國 新竹不算外國 在屏東才是外國混血而已 好… 請看下一題了 猜一個字喔 請看 請看畫面猜一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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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她竟然會耶 什麼答案 一件的件嗎 人家小女生嚇人家 哪一個字 哪一個沒關係 你們用她原來那個字去 欸 牛 為什麼 是她那個邏輯 不太對 Sunday Girls 牛 長兩條椅子 牛 兩個鼻 牛 牛 好難喔 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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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喔 你們的好朋友 一連在後面全擋住了 好難 好難喔 好難喔 好 李安琪小姐 是不是豬啊 差不多了 真的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兩個 欸 跟豬很接近 好 來 錦華祭� 失去的詩 恭喜答對了 答對了 沒錯 這題答案就是失去的詩 畫面中的牛有兩條尾巴 這不就是答案了嗎 恭喜薛姬剛獲得了一分 再來看下一道題目 猜一個字 請看 請看畫面猜一個字 TUNSOP TUNSOP 嘿 頭會走路 頭又叫做是 一個字 一個字 雨潔 問題的題 問題的題 你的方向都差不多 是頭啊 不對啊 也不是手啊 它是葉啊 這個 兄弟的胸 兄弟的胸 頭再衝出 這個還滿創意的 我覺得它是可以算對 真的算對 等一下 我幫你們加幾筆就算對了 很接近 兄弟的胸 哎呀 你們好厲害啊 他們說兄弟的胸 我幫你填完就正確 兄弟的胸 兄弟的胸 什麼啊 你要加什麼啊 有一點 兄弟的胸 這樣就算對啦 有沒有 對嗎 頭再走路的 對 嗯 心裡面我支持你們 好 錯 有沒有人知道答案 頭在古十二我們又叫做什麼 首級 那這樣你就等於就很難 溫嵐小姐 厲害 到 答對了 對嘛 Landy 你很聰明嘛 人的頭可以說成是斬首適中的手 所以頭在走路 答案就是道路的道字 是不是很有趣呢 最後一題請看 猜一個字 Question 5 請看畫面猜一個字 TUNSOME 厲害 很厲害 哇 這是心學 太厲害了 小朋友猜到了 我們這幾位獸型人 他們算是在 幹嘛 沒有 沒有 3D Girls 贏到的 贏 是在揮球廚嗎 叫得很徹底 哇塞 對啊 很有精神 答錯 錯 好的 李安琪小姐 答案是什麼 哪一個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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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運的羊 還有 恭喜答對 真的啊 真的啊 Landy 你太厲害了 又答對了一題 畫面中出現一個太陽 但是之後 左邊的耳朵被樹木擋住了 答案就是 木翼 羊子 羊子啊 這題是觀眾投稿的題目喔 恭喜郭靖怡獲得獎金三千塊錢 加油 後面還有 加油了 馬上進入下一單元 就是 人不可冒相 海水不可斗糧 人不可冒相 厲害 太厲害了 今天我們這個人不可冒相 因為這個內容是非常犀利的 對 我們要介紹的是什麼樣的一個人物呢 他這個叫做是超成熟的國中生 對 明明是國中生的年紀 可是長得卻很像大學生 很怪喔 對 就像我覺得我啦 很多人看到我 像我現在23歲 但都覺得有 因為看起來好像很小孩子 你看起來18 9歲 小孩子 對 像我就是長得比較成熟 很多人都說我長得像姊姊 然後我姐長得像妹妹 因為我臉很長 其實我懷疑我其實是一匹馬 男學馬分齊一下 哪有 你還沒有見過我們的好朋友 那個陳薇敏 拜託 花王的代言人 他現在已經被運到馬場了 唉唷 太厲害了 Sunday Girls 你們這個現在幾歲大概 你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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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最小 但是長最大 最老 最老幾歲 21 21 他們都會屬於長得比較成熟的人 對啊 看起來都滿成熟 雨潔幾歲 雨潔 20歲 看不出來 Landy呢 滿22 22 李安琪呢 我已經20好幾了 好幾幾多少 25 25 蛤 他長得就像是小朋友的臉 對 你說到17歲我也不相信啊 對 不不不 那幾歲你相信 22這樣 你們都看不出來 你們兩位呢 楊錦華幾歲 23 23 妳就看起來成熟那一種 差不多 那季剛不用講 25 25 吳大哥 但是我覺得你娃娃臉 娃娃臉 對 你到底幾歲 不告訴你們 我講你們就知道 你該不會已經五六十了吧 我才不講耶 我如果講你們就知道我屬虎了 屬虎 好 屬虎是幾歲 好啦 40幾 沒有啦 你幾歲五大哥 我真的很想知道 好啦提示一下 跟有一家披薩有關 39歲 3939 889 也有39了 不是 882 5252 53 不可能 不可能82 好啦算了算了 不用猜了啦 馬上給他們看看 今天我們的超成熟國中生傳奇 近年來國中生發育日趨早熟 常常在十二三歲的時候 就有著成熟女人的體態 又散發出迷人的韻味 看起來已經像是一個小大人的模樣了 而在演藝圈裡面呢 也有許多從國中時期就展露頭角的藝人 像是目前就讀國中的王瞳 外表相當亮眼 旅旅在八點檔獨挑大梁 甚至還常常有超齡演出呢 而最近剛剛出道的歌手卓文軒 也是剛從國中畢業 小小年紀的他 演出時毫不雀場 相當有大將之風 很有明日之心的味道 而日本興起的年輕偶像 厚藤珍希 在國中時期就已經出道了 加入早安少女組之後 更是迅速串紅 儼然成為新一代的少男偶像 他們的共同特性就是 雖然年紀小小的國中生 卻已經有一副成熟的外貌 今天仍不可貌向 我們找來五位成熟的國中女生 讓大家一起來猜猜看 哪一位是有著娃娃臉的大學生呢 厲害了 大家可以看到娃娃臉的大學生嗎 所以今天的題目也很清楚 找一個人他是大學生 但是他假裝是國中生 對 他不是國中生 因為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爸叫我來 我就來了這樣 你怕國中生想成什麼了 沒有 有些是會看起來 因為他裝可愛 現在都很有自我主張 對… 所以今天是全部裡頭都超零 但只有一個呢 他裝年輕 對… 好啦 我們趕快來歡迎 今天總共五位 給你們選出一位 她本身並不是國小的 國中的 她是大學的 第一位 趙仁佑小姐 有…趙仁佑 14歲 157公斤 43公斤 國中生 台北人 長得好像安達 柚石 陳德榮 大S 還有周迅 很漂亮耶 好 很可愛 乾脆直接走著台步 好不好 每一位都走一下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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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國中的聲音嗎 對啊 太可愛了 一講話經常都會卸了底 好不好 嘿嘿嘿 你們將來的老婆就唱到這個名字 你知道他們雖然都一樣黑 但是還是有人最黑 你看 這是第一次叫一個人名字 可以全部叫 小黑 大家等一下鼓掌 好 好 請 跟大家問候 開始 大家好 我叫趙仁佑 其實講話也很成熟耶 是不是那個大學生啊你 我跟你講喔 她同一時間曾經被14、5個人追求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其實 有一隻去逛一隻的自信任天的時候 就一票而已 就是 突然跑過來 還要跟我要電話 你現在後退我會 你如果14、5個人聚在一起喔 不好意思 大家聽到了 一票那樣 然後集體 集體過來跟你要電話 對 你會不會很害怕 有 我就趕快省 後來呢 後來呢 後來就沒事趕快跑掉 對就趕快跑掉 曾經在上海唸書啊 是 唸 美國學校 怎麼會到上海去唸 美國學校 因為我爸爸在那邊工作 喔 厲害 到上海唸美國學校 那到美國唸印度學校 那到印度呢 他又唸英國學校 所以你現在在台灣 是讀的是日本學校是不是 不是 就市場的學校 私立的國中 來 私立國中 喜歡的偶像是 宅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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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4當中的宅宅 F4 你覺得F4那個宅宅 跟小S 配不配 怕被打是不是 那就說配掉 你們國中生是不是很care 自己的偶像 被別人女生拿來配對 對 而且還怎麼樣 不准別人喜歡她 只能她喜歡 而且她不會說 我是周太太 就直接說是周宇明的太太 會現在還有這麼 有 很多很多 還會這樣子嗎 還是直接叫你宅宅 有 有 我也有獻少 那你一定喜歡我的東西 對不對 沒關係 喜歡 當然喜歡 當然喜歡 超愛的 你是我的偶像 真的嗎 14歲一定要搞得那麼誠服 我懷疑她就是那個大學生 我覺得怪怪 好 妳有什麼才藝 我要吹槍鼻 妳要吹槍鼻 厲害了 可惜沒有帶來 如果有帶來的話 那多好對不對 欸 就有帶 對啊對啊 不好意思 只有一次哨法勉強湊過她 來 吹一下 吹一下 吹哪一首歌 孫燕姿挺有偶 挺有偶 好 那麼吹別人 沒有沒有 你最主要很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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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好棒 你這樣可以把它吹得這麼完整 對啊 今天太緊張了 一點點沒有關係 不要緊張 好吧 好 我們現在給她擺一個最成熟的 你認為最成熟的姿勢是什麼 好 面對鏡頭 預備 請 很成熟 很成熟 好 謝謝 這是我們的一號 給我們大家猜猜看 馬上來歡迎 咱們的第二位 翁芝曼 翁芝曼小姐 翁芝曼 15歲 160公斤 45公斤 台北人喔 她長得很漂亮喔 Oh yeah 她的陽光 如同太陽一般的燦爛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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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大家好 14歲參播 嗨 大家好 有兩個人都笑得很可愛 對啊 很可愛 我們是要找出那個偽裝14歲 對 偽裝年輕人的 好了 來 請站好 我們來一起來換一三 他看起來很年輕啊 搞不好他就是假裝的啊 不可能 這是假裝的 頭摘下來跟他們當提球踢 你什麼人的說的喔 沒有 摘你的啊 摘我的啊 幹嘛 你們一直說 他看起來就是國中生是不是 我根本就是國中生嘛 好好好 曾經被很多男生追 幾個 10個以內啊 10個以內 10個以內 10個 是要電話是不是 同時 同時 那一般大家都覺得 妳看得上幾歲 有人以為我是高中 高中 其實可以啦 他穿字母 對啊 而且他比我還高耶 有嗎 有 我現在是穿高跟鞋 你看 我看你脫下來 原來你這麼矮啊 人都笑 她是Everyday 還肥還肥還肥 還沒年齁 嚇到了 你不要講我 而且你的頭髮 我早就想你講怎麼搞的啊 你不要講我 你站到旁邊去 然後接下來還有什麼 事後是 快一點 我會把五眼熟就比你高 欸 156 我笑155的 欸 你為什麼把高跟鞋脫了 我穿皮鞋而已啊 他穿高跟鞋 我告訴你 有一次出了車禍 怎麼樣 我第一個要找的就是我的鞋子 爬過去 我先不要爬起來 你還被他爬起來 然後後來被人家抬上單腳 我說沒關係 他說你還 你受傷還爬過去 不是 我一定要穿上鞋 我才肯站起來 才會變回無中線 對啊 男性熊 好 那個最欣賞自己的 眼睛 為什麼 我看得到 好 沒有 你看他的眼睫毛 你看他的眼睫毛 很會放電的感覺 你睫毛好長喔 笑起來很美 真的 好 喜歡哪一種男性 就是 先高180然後 180 180 180了 180 是嗎 長好了 就是 有點肌肉 沒有 這長得好不好看不重要 真的很健康 對不對 對啊 哪一個男明星是你的心想標準 如果長了180 但是他本身是一隻鴕鳥 而且還會講人話 幹嘛跟鴕鳥談戀愛 對啊 好 好 這可以跟鴕鳥交往 他說 他這個條件 陽光健康 不抽菸喝酒 脾氣好 不大男人主義 專情 最重要一點他要 父母健在 家事好 穿著有品 有點hip hop 字要漂亮 功課好 不要長髮 你要求說了吧 真的 他的資料有大半部分 都在寫他的那個 要教育有最像 我是建議你可以 可以頓入空門 因為這種人類在人間是找不太到的 很多人在父母健在喔 好 台藝 台藝 唱歌 什麼歌 就是 孫燕直的風箏 風箏 欸 風箏很少人會唱 好 預備 請 好 請 請 好 水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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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我唱一唱 掌聲鼓勵 滿有那個味道的 對啊 說得很好 他就是那個模仿孫燕姿唱歌 模仿的兄弟 我早就變180 180 我不要 對啊 吹喇叭 對啊 很好 一種樂器啊 對啊 健康 你覺得自己最成熟的時候 就是看起來 超靈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就是 很用心去追求 自己想要的一個東西 那你在追求什麼 你說肚子餓了 中午去買便當 我一定要吃到排骨便當 好啦 把一個最 認為最成熟的姿勢 一 二 三 好 這是我們的二號 再來看看我們的三號 劉宜芳 又 劉宜芳 14歲 155公分 41公斤 台中人 你看他的姿勢 對啊 停 好 小朋友 請回座位請 哇 你是不是屁股天生那麼叫 還說你現在在硬頂他 是 沒有 還有 他怎麼一直這樣 好 來 天生往前 人家是不是往高長對不對 他是往這邊長 長得有點像蔡依林 真的滿像的對不對 但你有他更 比他更可愛 好 跟大家say hello 大家好 只要留一幫 從小都喜歡跳舞 嗯 跳什麼舞 跳民族芭蕾 民族芭蕾 爵士 學校 很會跳舞耶 學校管你管得很嚴對不對 很嚴 非常嚴 為什麼 因為 是 就是 男分吧 嗯 欸 挺奇怪 你希望本身已經沒有的東西 還變小 什麼 他希望胸部能變小 你根本 你直接說你希望變成一個男生 就好了 其實你本來也沒有很大 對啊 有負擔你了嗎 我覺得跳舞時候有負擔 有嗎 不會啊 我覺得你在說謊耶 沒有啊 你在跳什麼舞 那種狂斗之舞 是不是 對啊 其實 這兩位姊姊為了要讓她稍稍長大 她們已經真的不惜拿鐵錘來打了 因為 要互打 要懂得欺負 這壞了 不喜歡坐著 上課趁老師寫黑板偷偷站起來 為什麼 因為 我不喜歡坐著 因為她屁股很臭 她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妳這樣要很高興耶 像我每天都在練成臀 對啊 妳看她屁股都會像 喜歡哪一種男生 喜歡 有幽默感 還有什麼 應該不喜歡上我年紀的感覺 應該是 陳冠希 你也喜歡陳冠希啊 我也喜歡 你也喜歡 沒有 我有點像你不覺得 好 聽說妳要表演舞蹈 真的嗎 今天穿這樣可以表演舞蹈嗎 應該是可以 那就拆拆C囉 好不好 來 舞蹈表演 厲害 好 很內腰喔 昂貝 你在看她這邊的表情 哎唷 你應該看她這邊的表情 哎唷 再補表他 掌聲鼓勵 好青春喔 對啊 剛剛我們真的發覺你的優點了 真的 只有你發覺 他剛剛在音樂當中就說 他這個有在 喂…好… 那你覺得擺一個最成熟的姿勢 好不好 面對鏡頭 預備 1 2 3 我發現你無矢無刻腳都一定要這樣 對 為什麼 內壓 而且臉皮還會抖下來 去看畫面 該不會連舊見車都要這樣 放手 Taxi 你要美啊 拜託你是約翰缺條腿啊 很可愛 好再來是我們4號 他姓布喔 布就是那個… 那個…那個衣服那個布料的布喔 布 夢玄 Yo Yo 欸…很成熟喔 謝謝… 謝謝… 等一下的超齡國中美少女 她的美 就連黑道老大都不放過她 這究竟怎麼回事呢 你自己的小大女 他就走過來說 他小大女 就是說 他小女 哈哈… 輕鬆 好 再來是我們4號 他姓布喔 布就是那個… 那個衣服那個布料的布喔 布… 夢玄 Yo Yo 很成熟喔 你幾歲 十三 十三歲 你長得真的很成熟耶 我跟妳講說她是打的 我都不覺得過分對不對 十三歲 你成熟喔 真的嗎 天啊 身高160 48公斤 新竹人 我拿一個大學對不對 我… 不是 我是監工國中 學 欸…沒有說溜嘴 那麼… 聽說有10個人在追妳啊 就是會很多人常常去逛街 就很多人會跟我要電話 搭訕 要電話 對 是不是很困擾 嗯… 嗯… 國中先生的回答法 是喔 對啊 覺得跆拳道看起來會很成熟 怎麼說 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每次在練習跆拳道 然後教練都不會准我們笑 誰 教練 我們教練 然後…結果我們如果一笑的話 可能就會被罰 然後都不能笑 所以感覺很成熟 喔… 來…來…比喻東 大… 來看一下多成熟 來看一下多成熟 等一下 欸…你們…你們要…要正拳啊 為什麼…再一次一片…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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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結果他們那狗就… SIT 我把電影拳道的那個叫聲都很特別 對啊… 不錯… 口頭禪是什麼 什麼… 喔 拜託 怎麼可能啊 國中先生 國中先生 對…然後… 對… 真的假的 喔 拜託 怎麼可能啊 老師那個布孟璇 你等一下去… 跟同學掃地 喔 拜託 怎麼可能啊 想習慣了 好 喜歡哪一類型的 哪一類型的 陽光 然後愛運動的 你幹嘛講話那麼狠啊 對啊 好 王大黑人他就是這樣子啊 他就是 好 那麼你要演唱的是什麼歌 差異表演 差異靈的 什麼歌 哪一首 差異靈 你怎麼連話都說不清楚 喔 拜託 怎麼可能啊 對… 欸…這… 剛好是周杰倫幫差異靈寫的歌 我們聽聽談好不好 好 我告你 預備…出 好 阿翔 好 阿翔 你怎麼連話都說不清楚 那溫柔的痛我聽得清楚 我站在他的身邊 你站在我的面前 怎麼這樣心裡會難過 你怎麼連話都說不清楚 那溫柔的痛我聽得清楚 她站在我的面前 你經過我的身邊 忽然之間心裡又難過 為什麼 唱得不錯 來 擺一個覺得成熟的頭 成熟的 一 二 三 頭還扭動耶 好 不錯 再來歡迎歐巴 5號 王怡賢 王怡賢 5號 14歲 162公分 46公斤 他是台北人喔 你長得跟Ruby一模一樣嗎 Ruby 很多人講些耶 聞一下Ruby的妹妹 好像喔 Aroba 來 大家好 我叫王怡賢 今天14歲 14歲 也很愛漂亮 喜歡上課照鏡子 真的嗎 對啊 當被老師唸 老師會唸 那怎麼辦 就習慣了 我叫他早一點習慣 還是照樣照是不是 沒有 老師一唸他 他就跟老師 老師我看你還是早一點習慣吧 你唸我還是要照 而且他上課還會化妝喔 真的 欸 沒有啊 不好意思 我誤會你了 他會擠出來那種像 厲害 一天被搭訕二十幾次 在心穩定 不會吧 不會啊 會嗎 會嗎 好啦 好啦 四個選一個 好不好 根本就國中生吧 對啊 LiLi 我跟他玩比較樣的 我們就露出媽的 你又知道什麼比較樣的 你又知道什麼比較樣的 要不要打籃球 你那又 那邊就老人裝年輕 好不好 你以為加那幾個 又幾個嘿 就變年輕了 好好好 有曾經被流氓搭仙的恐怖經驗 搭訕 你跟他們變搭訕 就 我跟標誉新聞丁啊 上街 然後累了 累了 然後 就那時候 就有兩方人嘛 好像是要打架啊 那我們不知道啊 後來 就有一個男的走過來 就是 那個 就是一個 老大的小弟嘛 他就走過來說 他們老大 就說 看上我啊 自己講的都想笑 自己在家裡寫故事 所以今天來講很心虛 這個小弟就看到鬼的那一款 後來老大看上你 然後 後來我朋友就跟他講說 可是他今天已經被十幾個搭訕 結果他就跑回去跟那個老大講 然後他小弟又過來就說 哇 笑 然後小弟又回來說什麼 說他現在叫三十個人過來問我要不要 然後就很恐怖啊 然後後來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後來 你 算吧 然後後來 然後就是 就後來警察來了 就算了 對啊 對 要小心了 遇到狀況要趕快跑掉 好 那麼口頭禪是什麼 不會吧 拜託 怎麼可能 你幹嘛超國東現在考慮一下 對啊 你以為你這樣可以變年輕 不會吧 拜託怎麼可能 對 所以他講話有點像王雨潔 有沒有 沒有 雨潔說沒有 沒有 沒有 妳說沒有 沒有 沒有 Sunday Girls 喔 看得鬼 看得鬼 一邊 拜託 我怎麼可能 不是啦 不是啦 我是說叫你 看得鬼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打得仔 一邊 workout 打得仔 咬咬咬 好了 那擺一個成熟 achieve 一二 三 太可愛了 很熟耶 再一次 1 2 3 好 好 了解 來 五位一起到我們前面來 掌聲給我們鼓勵 好 現在請大家來選出來 到底他們五位當中 哪一位不是國中生 請選擇開始 1號 1號 為什麼 因為 他是大學生 因為其他的人 站著的時候 要一點更好 可是1號 可是1號的人 所以比較有大學生的感覺 I know I know 好 宇婕是幾號 我選2號 妳選2號 為什麼 因為太可愛 我覺得有可能是故意 裝一個 對 溫蘭小姐 1號 為什麼 她感覺吧 整個態度沒有那麼羞澀 因為 原住民都覺得選1號 真的 因為 你們也都選1號了 算了 安琪 3號 3號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她看起來比較有自信 好 站起來的時候 講話的時候 對 因為我 如果她不是小學 國中生 我可能等一下會扁她 我也會 我加入你的行列好不好 我們一起 壓腳背 有沒有 好 為什麼 對 我覺得她真的很有自信 任何動作啊 什麼眼神啊 好 警華技剛 我們也是覺得3號 為什麼 為什麼 3號看起來的那個樣子 真的就是 她不會像其他人這樣 她的眼神真的看起來 就比較犀利一點 對 OK 厲害 這位看似超齡成熟的美少女 到底哪位是大學生呢 但暴震讓你意想不到喔 考驗你的反應能力 睜眼說瞎話 嘴巴在哪裡 鼻子在這裡 眼睛在哪裡 鼻子在這裡 鼻子在這裡 現在跳底 傻眼 傻眼 面對漂亮的日本妹妹 憲哥能夠招架得住嗎 這五位 誰是大學生呢 你猜到了沒有 我們的猜測 有你們猜測我們的答案 有我們的答案喔 而且絕對不會你們的猜測 有我們的答案 而我們的猜測 卻沒有你的答案喔 注意 現在數到3 不是的那一個人 就往前一大步 數到3 不是國中生的 往前一大步 1 2 3 就是你嘛 我也猜是你 對啊 好 來 好 跟大家報告一下 妳是 來 來幾歲嗎 妳現在是念幾年級 我生大二 大二 生大二是嗎 其實妳就是這種個子小小 本來就很可愛了 講話就是喜歡看小孩 其實她沒有裝的 她本來就是這樣 她本來就是這樣 對 小孩子一樣 對啊 今年其實是幾歲 今年19 快20 19歲 對 妳講話的時候嘴唇很喜歡用力 其實她20歲 20歲 今天來的每一位都是她13、14 對啊 有沒有男朋友 沒有 沒有 我講話也要這樣 會不會有同學覺得妳在裝小孩 不會 不會啊 不會 大家都覺得很可愛 不會 這樣還不錯 只有兩組答對了 掌聲再給他們鼓勵一下 馬上進入校單元 叫做是 鑽眼說瞎話 好 耶 鑽眼說瞎話 鼻子在哪裡 嘴巴在這裡 答對了 嘴巴在哪裡 鼻子在這裡 答對了 鼻子在哪裡 鼻子在這裡 鼻子在這裡 答對了 鑽眼說瞎話 馬上開始 嘿 妳要喝哪一杯 第幾杯 對一下的 好 那我就選這個 隔壁這一邊 這兩邊 好 好不好 剪刀、石頭、布 再一次 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 好 我先出題目了 好 鼻子在哪裡 燕君在這裡 答對了耶 耳光在哪裡 燕君在哪裡 嘴巴在這裡 眼睛在哪裡 嘴巴在這裡 好厲害喔 先別高興的太早好不好 你不要輸喔 吳大哥 球大了你輸 我彎 對 好 好 隨便你 你愛玩你就玩 來 來 眼睛在哪裡 嘴巴在這裡 鼻子在這裡 嘿 眼睛在這裡 鼻子在這裡 鼻子在這裡 好 PK 他竟然那麼會玩 對啊 我出一個 妳出一個 要是我來撐個結論 還好我朋友跟他玩 還好 我出一次 你這是大哥 我出一次 你回答完之後 你還要再出一次考我 好 好緊張 不要緊張 好 眼睛在哪裡 鼻子在哪裡 換你問 眼睛在哪裡 嘴巴在這裡 鼻子在哪裡 眼睛在這裡 沒有沒有 好緊張 快點問 嘴巴在哪裡 眼睛在這裡 快點問 嘴巴在哪裡 鼻子在這裡 眼睛在哪裡 鼻子在這裡 快點 傻眼 傻眼 不是 不是 你們兩個老是握禮法 你是幫別人 還幫自己 沒辦法你聽太久了 好 聽太久了 好啦 一句話 好啦 不要搶了 哈哈 誰叫你要搶著跟他玩 薄荷對不對 薄荷加橄欖油 天啊 橄欖油是我們噁心第一名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像我們家台燈在飄來飄去 那個我不能喝 沒有沒有喝 大哥你大Q耶 你出到幾年 你出到幾年了 20 好大Q 這樣就好了 哇 好漂亮喔 你就把它當成在喝水晶燈就好了 等一下 這樣能喝嗎 但是我媽都跟我講 奇怪 弟弟啊 你為什麼每次錄完影回家都落曬 這就是敬佩的一種 等一下喝那麼大桶 你為什麼要喝下去 好敬業喔 哇塞 憲哥還真敬業 那麼噁心的東西竟然一口就喝掉了 真是佩服佩服啊 趕快來看一看下一組哪兩個人對決呢 雨潔 雨潔 我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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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潔我來 拜託我來 拜託阿雅拜託 雨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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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們都挑笨的啦 雨潔真的有那麼笨嗎 因為她沒玩過 真的嗎 拜託阿雅她們 加油啦 我上一集喝很慘 預備 這集我喝耶 這集我也喝啊 我先考驗她 鼻子在哪裡 不是啦 我說鼻子在哪裡啦 是真心的講 鼻子在這裡 耳朵在哪裡 眼睛在哪裡 嘴巴在哪裡 好 不是 這樣妳等一下 比較好修理 妳有一個觀念了 妳知道 她邏輯已經已經 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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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先出題 嘴巴在哪裡 鼻子在哪裡 嘴巴在哪裡 鼻子在哪裡 欸她錯了 錯了 沒有沒有 她沒有用麥克風 所以還要在一起 好 預備 預備 7 耳朵在哪裡 聽 妳要喝哪一杯 你可嚇死我啊 妳可不可以 妳要喝哪一杯 絕對 我絕對不喝這一杯 什麼東西啊 對 這一杯 第一杯 那妳要哪一杯 這一杯好了 打開來 白醋 黃蓮 哇 這什麼玩意 當黃蓮遇到白醋 我絕對不能輸這場比賽 我喝過 我喝過 兩天 兩天 拉出來還有黃蓮的味道 兩天 這個很像那個尿袋版的十幾天 好兩位請準備 預備 請 算了我覺得 拜託啦 你注意一下好不好 快快快 預備 她開始會頂不來 她開始頂不來 好 一比零 還有一個 眼睛在哪裡 嘴巴在這裡 眼睛在哪裡 已經錯過一次的王宇傑 她能夠反敗為勝嗎 看來兇多吉少了 好想見到你喔 今天在網咖見網友 今天的男女主角都喜歡上網玩線上遊戲 而這位愛玩電動玩具的女生 她會長什麼樣子呢 眼睛在哪裡 嘴巴在這裡 眼睛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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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在這裡 眼睛在哪裡 眼睛在哪裡 可憐的王宇傑 你不該說了眼睛又比眼睛嗎 沒有 沒有 我不給他輸兩隻 二比零 好 給你出感 三題都錯了 鼻子在哪裡 眼睛在這裡 眼睛在哪裡 嘴巴在這裡 嘴巴在哪裡 鼻子在這裡 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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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杯杯 天啊 要把它喝完了 喝完 喝完你可能要直接後送到馬來西亞 一口就好了 一口一口 喝完可能不能去拍戲 什麼 好純情喔 你是不是很難喝 還在哭在這邊 好苦喔 我怎麼會看起來那麼堅定 沒有 哇 可憐的王宇傑 遭到恐怖飲料的懲罰了 你看他喝的表情 還真能感受到他有多苦呢 你的手指頭呢 在這邊啊 你贏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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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那麼久 你不知道 放棄了一點 你知道為什麼要用這個嗎 不是 因為我手指頭被車門夾到 所以腫成 啊 你們可以儘管打他們兩個 只要反應太棒 我到底跟你是不是姊妹 不是啊 誰跟你姊妹 反應太慢都可以打 誰先誰先 好 那你先處理 反應慢就打喔 欸 鼻子在哪裡啊 欸 喂 哇 你打太大了 出快一點 他指錯了 他指錯耶 真的嗎 我沒有看到 打到 再一次 重新開始 我覺得這是個打不贏的仗啊 因為他是他老闆啊 對啊 他是他愛圖耶 快點 沒時間了 欸 哎呀 我跟你講 你不要看他這一條 這一條除了閃亮亮的話 還有防跳蚤 預備 那嘴巴在哪裡 眼睛在這裡 漂亮 沒有 眼睛在哪裡 什麼東西 沒 還在什麼東西裝起來 沒 太小聲 我也沒聽到 吳大哥 停 我窩裡反喔 包大人啦 包大人來了 嚇我話 那你問他們 剛剛有沒有聽到 沒有 沒有 好 這沒辦法了 好啦 算了 算了 我讓他 預備 演氣 耳朵在哪裡 眼睛在這裡 眼睛在哪裡 嘴巴在這裡 嘴巴在哪裡 眼睛在這裡 漂亮 耶 沒有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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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兩個都馬錯 對啊 聞到你 聞到你 好好修圍 耳朵在哪裡 嘴巴在這裡 嘴巴在哪裡 眼睛在這裡 雞子在哪裡 耳朵 快一點 眼睛在這裡 雞子在哪裡 耳朵 耳朵 丟臉的阿雅竟然輸給了Landy 哪一杯 哪一杯 這個很緊張 欸 剛剛沒有選 好 對啊 剛剛沒有選 就這兩杯就好 哪有 剛剛沒有選 所以剛剛是示範賽 沒有 不是這兩杯啊 那這兩杯好了 不是啊 那這兩杯好了 謝謝 好餓 好餓 是什麼東西在那裡 哎呀 算了 我跟你講 演藝圈就是這麼現實 我只能說 祝福你 永保安康 永保安康 我滿想嘗 先看一下他喝的是什麼東西 你讓我死也要死得清清楚楚 他讓我知道我喝的是什麼跟什麼 好不好 這個法一來可能驗不出來 去看一下 醬油味 我來拿 幫你拿 裡面有米酒 還好 好 桂珍加水 醬油 蛇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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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蛇酒 蛇油 哇 哎呀 真是一條漢子 哎呀 痛 哎呀 痛 喂 髒不髒啊你 好好喝 什麼味道 好好喝喔 真的嗎 好好喝 很香耶 有一種收水的味道 你嘴都是那個味道 你知道嗎 哎呀 你真是可憐 又遇到了恐怖飲料的懲罰了 難喝死啦 好 所以我們今天算是 只有你輸我 我也輸啊 我贏 只有我贏 所以來賓大獲全賽 好 馬上進入下一單元 好想見到你 GO 好想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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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我們的男主角是一位 看起來相當的可口 相當的可口 對 可口是不用的 就是相當可愛的男生 而且是位大學生 對 大學生 我們歡迎佳俊 佳俊 小姐 你好 佳俊先生 你好 小姐 Come on 他就是今天的好想見到你 男主角佳俊喔 身高176公分 體重62公斤 而佳俊呢 則有條件只有兩項 Come on 第一 當然是外型可愛啦 第二就是皮膚一定要白皙 有了這些條件 我們首先找到了第一位網友 Come on 通常上不上網咖的 通常去 通常去喔 去都是做些什麼遊戲 對啊 哪些 看來男主角佳俊 和第一位網友似乎興趣相同 他們會蹦出火花來嗎 Come on 好 到了 到了 好熱鬧的感覺 好熱鬧 怎麼回事啊 我在外面其實聽到裡面 有鬧轟轟的感覺 欸 他就有兩個小姐 不能看 不能看 到底是哪一個 哪兩個 小芳對不對 兩個裡面一定有一個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那個 我們是好想見到你 請問哪一位是小芳 是你喔 哇 第一位網友小芳現身啦 在見面之前 兩人心中有什麼樣的感覺呢 女生 對男孩子有沒有什麼期待 希望他長什麼樣 呃 當然要很帥啊 當然要很帥 有沒有 看 看你怎麼看啊 我是覺得還可以 還不錯啊 還不錯啊 在用什麼角度啊 有色的眼光 還是藝術的眼光 講得好像是很嚴重 好 那男生呢 你對女生有沒有什麼期待 還沒有 你希望 白一點 白一點 要白 有有有 很白嗎 跟蔡依林一樣白 唉唷 蔡依林不是蠻黃的嗎 啊 皮膚比較黑一點 真的嗎 好好好 不錯啦 身高也跟蔡依林蠻像 小小的個子 這樣剛好可以靠到他肩膀的感覺 對對對 比較甜蜜一點 不如我們兩個讓他們見見面好不好 好 來準備第一次見面 倒數三秒鐘 三 二 一 請轉身 不錯耶 哇 兩人終於見面了 見到了對方之後 心中的感覺又是如何呢 來吧 第一印象 對…第一印象 女生對男生的第一印象如何 剛剛一轉頭看 很斯文 滿斯文 比我想像中的算 太好了太好了 男生呢 對女生的第一印象 就覺得… 很可愛 然後身材很好 那麼… 對女生現在在這邊工作嘛 對… 那你平常最喜歡玩什麼遊戲呢 什麼 DX 我果然沒錯 待會四個人PK 由於家俊和一號網友小邦 都喜歡玩網絡的對戰遊戲 而且都是各種高手喔 可是… 黑人跟趙智也不是省油的燈 就這樣分享兩組展開對戰 不過… 看起來趙智跟黑人 好像被打得蠻慘的 來吧 不好意思喔 我太久沒倒了 沒關係 不過剛剛那個感覺喔 嗯 有兩個人啊 真是一對的喔 啊 連鎖起來弄人家喔 真的 感覺怎麼樣 你的隊友 那厲害了 那厲害 很厲害 很厲害 女生玩CS的很少 而且尤其像他 我覺得他還蠻靈活的 對啊 不錯喔 不錯 但是呢 目前為止呢 我們只見到第一位網友 就是小邦 那家俊對他感覺不錯對不對 人又蠻可愛的 又會跟你有相同的志趣 不過他只是我們另外一個選擇喔 對他是我們二分之一的機會 二分之一的機會 另外呢我們還有另外一個選擇 待會大家見第二位網友好不好 所以在這邊呢 還是希望你的行動電話可以暢通 待會我馬上進行兩個人的大抉擇 看來男主角家俊和第一位網友小邦 感覺還蠻不錯的 接著呢照幾個黑人連忙的帶著家俊去見第二位網友 好 再來呢我們要來到一個很可愛的花店 對 第二位女生就在這個花裡 對對對 在花裡面 花蟲裡面 她就花間女生 沒有喔 她在花店上發 對於這樣子在花店上發 有美感的女生 但我覺得她跟第一位網友 感覺有點不錯 很喜歡白的耶 很喜歡白的耶 那麼我們不然我們就來看看 今天女生叫小邦 你把花中的女生 你把她的女生 你把她的女生 現在的女生太耐心 太耐心 COME ON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是有一位小洪在這邊 她在上廁所 她在上廁所 在那邊堵她又可以 小洪在上廁所 欸 那聽人家講說 那位小洪 她很愛心的 有哪個白色 可以跟什麼白色的東西相比 包子 包子一樣的 小洪 欸 出來了 好 這就是小洪 第二位網友小洪現身啦 這回皮膚白系 而且在花店工作的女孩 她到底有多美呢 小洪 好 這就是小洪 目標出現了 她就是今天的第二位網友 在花店上班的小洪 帶一個網友來跟你見面 所以你先 你跟黑人講話 黑人 黑人 好 現在呢 我們兩位都已經背對背了 那我們要不要先問問 你就是期待 對 期待他是一個什麼樣的男子 你就是花店的女生 就是你 黑人你旁邊那一租長 然後一下 哈哈 嚇一跳 嚇一跳 應該是 應該是 應該也白白 你這麼喜歡白 不過這個有啦 這個真的蠻白 跟第一個比起來白很多 我們問女生好了 你有沒有想到男生是 他是很喜歡下午 你有沒有想到他大概 是一個什麼樣的男生 我喜歡 陽光男孩 我問你希望 隨機問你喜歡 喜歡但希望他是那樣啊 對啊 陽光男孩 很會流汗 不要愛 陽光男孩 那就要長得像 向日葵一樣 我最喜歡的花就是向日葵 真的嗎 為什麼 我覺得他很像太陽 純粹就是這樣 最怕就是這個 不是我很喜歡太陽 太陽 公公那個 好啦好啦好啦 沒有公公都出來了 你耍什麼可愛 好好好 那麼現在我們讓這兩位呢 第一次見面 第一次見面 我跟你講今天這一集很難做 因為兩位都很可愛 好吧 倒數三秒鐘第一次見面 3 2 1 請轉身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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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家軍又見到了第二位網友了 這位在花店上班的女孩似乎滿害羞的 見了面之後 兩個人的第一印象又是如何呢 一字嗎 後面第一要跟 these 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很重要 第一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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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韓文 那邊很白 看一下 連賢慧你都看出來了 因為我覺得有 女生你覺得男生是一個什麼樣的男生 這樣 猛一看 眼睛很大 可愛 眼睛會笑 見了面在初步的了解對方之後 小紅開始秀出自己的才藝了 他做一樣小禮物準備送給男主角家俊 看他細心又靈巧的雙手 果然完成了一個可愛的小盆栽 對於這種才藝家俊會給多少分呢 還是你覺得這個 有沒有趴數 這個大概幾趴 100趴 100趴耶 聽到人家讚美你就可以告訴我 滿好可惜的 麻煩男生拿著這一個 然後露出太陽般的微笑預備 開始 不錯啊 酒窩滿可愛的 真的真的真的 再見過了第一位網友小方 和第二位網友小紅之後 我們這位男主角 他到底會選擇哪一個呢 It's time to make a choice 大抉擇的時候 大抉擇開始了 心裡有沒有抵了 抵不抵 有 你有了嗎 先講講 對兩個女生的個別的感覺好 好 先講1號 蔡依林小姐 她就是比較活潑 然後 我覺得跟她可能 比較 講話 拉不起來拉不起來 那 那這是1號的缺點 那2號的缺點是什麼 2號缺點就是 2號缺點就是 有點暗 有點暗 欸 各有優缺點 他現在各有優缺點 對對對 那麼現在準備好要抉擇了嗎 那倒數當然了哦 OK 倒數3 2 1 Let's make a choice 在趙智的一聲令下 家俊緩緩緩地向前走 做出最後的決定 他會選擇在網咖上班的小芳呢 還是2號在花店工作的小紅呢 請問家俊到底會選誰 精彩節目現在就要開始囉 這兩位誰能卻評中選呢 厲害了 到底是誰呢 這個很厲害 這有時候很難講對不對 對 你以為男生都是靠外表嗎 其實不見得 但是我們因為好想見到你 好像剛剛看到 這是Force the sign 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外表確實會影響一個人的想法 但是沒有關係 有時候就是完全憑感覺的 對不對 一個男生也說不上 就很喜歡他 可是要是你第一眼看到一個女生醜 你會願意再跟他做朋友嗎 嗯 也就是可能 吐個口水就醜了 有時候 有時候是要發內心給人家這種好感 給他有機會 也許他很善良 所以你看1號就選這一邊 2號就選這一邊了 我們請我們幾位特別來賓 請到底下來 預備 請選擇 開始 我選擇的是這位 喂 1號還是2號呢 好 很多人選2號 很多人選1號 停 好 只有你們兩個選這個 你們兩個選1號 為什麼 我 感覺 感覺就很配吧 是嗎 身高兩個都很嬌小 身高的問題 那妳呢 雨潔 我也是因為剛才就覺得 第一號比較可愛一點點 第一號比較可愛 好 倒數3 2 1 Let's make a choice 在趙智的一聲令下 家具緩緩地向前走 做出最後的決定 她會選擇這網咖上班的小楓呢 還是2號在花店工作的小楓呢 哇 答案揭曉了 最後男主角要選擇在花店上班的小楓 哇 選好了嗎 來來來 女生 女生 不要讓女生等過了 請問問 你為什麼會選擇2號 因為她夠白 不要這樣 已經夠大了比你矮 我覺得她 念的科技 會比較像 秩序相同 對 請問 我覺得這樣 男生也要對我們的女生說說話 好 那男生也要對我們的女生說說話 非常好 在沒有暴力的情況之下呢 今天又完成了今天的好想見到你 期待下次更精采的好想見到你 今天的好想見到你 男主角家俊最後選擇了在花店工作的小楓喔 他們成為最佳的網友 電視機前的你 也想和他們一樣尋找美麗而浪漫的網路戀情嗎 好想見到你 等你來報名 我們下次再見囉 看前面 看前面 手放下來 面 帶微笑 1 2 3 差點抬動 那應該就是2號了吧 來 隨便 來 隨便 恭喜你們 1 2 3 恭喜你們 正確答案是2號 對 2號呢這個男生呢他們變成好朋友 祝他們幸福 對 到底會變成怎麼樣 我們日後還會追蹤報道 就跟我們對金豚類的動物一樣 身上裝上接收器 我們不定時的回到海洋去看 還有大象也會 也會也會 大象的媽媽是誰 星星 星星相由星在位 好 再次謝謝他們說好朋友喔 謝謝 咱們下週同一時間繼續回到我們的 我在 我在 Yo Thank you 謝謝 謝謝 Yo Thank you 胖片到愛 Yo